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天气也比较冷 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 好 然后出发了 下到床上了 然后也准备出发了 这次的螃蟹网放在海里面已经10天了 这次过去起 看下放在海里面10天的螃蟹网能起到什么好东西 现在开出渔港了 现在天亮的比较早 已经6点出头就天亮了 只是太阳还没升起来而已 今天的海面上还是有点风浪的 我前面说过螃蟹网是完全成海里的 然后海面上是没有标记的 现在开始起网 起网就要依靠这个钩子 放到海里面把海里的网勾上来 勾到往后就要依靠起网机 然后把网拉上来 下网的位置是标记在导航上面的 现在把网拉上来 一上来就有一只缩子蟹 而且这些缩子蟹也挺大的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希望后面有好的收获 现在天气比较冷 缩子蟹也是挺肥的 连续的起网都拉到缩子蟹 看下这个网放到海里面有好多缩子蟹 但是傻瓜蟹用假面包蟹就很少了 可能季节过去了 连续的拉上了好多只缩子蟹了 但是其他螃蟹就比较少 这里上了一个直前的响罗拉 螃蟹的话就除了缩子蟹 但是也没看到上什么龙虾什么的 这网放在海里面已经10天了 螃蟹是比较多 但是其他的鱼货比较少 这里上了一个大响罗 我们赶紧去把罗拉上来 不要掉到海里面去了 这个响罗超大 响罗是很值钱的 预兴大概有300块钱左右 这个响罗超大 然后第一个网就起网了 放在海里面的网只有两个 上了两个响罗还有一些缩子蟹 现在开始拉第二个网 希望第二个网再接再厉 渔获多多 前面有一只放排沟的渔床 今天的风浪这么大还出来放排沟 也是够勤劳的 海面上还是有一层浪的 第二个网拉了很久 也没有什么值钱 或就上了一只狼花蟹 还有几只缩子蟹而已 其他的那些螃蟹比较不值钱 但是也少 我这突然看到了什么 一条大鱼啊 好大一条大鱼 应该是鸣鱼啊 应该是野生的赤嘴鸣鱼 拉上来看一下 好大一只赶紧上去 把鱼拉上来啊 好大一条赤嘴鸣鱼啊 大家看一下 拉不上来 真的好大一条 可惜死掉了啊 不过这条鱼也够大了 哇 发达了发达了 看一下 应该也死掉了有两三天了吧 也是死了有两三天了啊 已经臭掉了 不过不要紧 鱼胶也是很值钱的 野生的赤嘴鸣鱼这么大的是很稀少的啊 而且值钱的不是它的鱼肉 关键是它的鱼胶 然后我们第二个网也起网了 就上了这一条野生赤嘴鸣鱼 还有几只螃蟹没有什么值钱货了 现在我们把网放下去 然后再过几天再过来起网 这一次的网的收获 估计也可以啊 这条鸣鱼应该值不少钱 而且今天的风浪还是挺大的啊 看一下这个浪花 放完网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这是第二个网了 放完这个网就可以回去了 浪也是比较大啊 渔民的工作也是不容易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浪 而且风也比较大 看下旗帜就知道了 今天捕到的缩子蟹也比较多 关键是捕到这条野生的赤嘴鸣鱼啊 要是不是死掉了就值很多钱了 估计能上万 但是死掉了 不过鱼椒也是很值钱的 现在回去绑螃蟹 还有称一下这条赤嘴鸣鱼 有多少斤重 然后把鱼椒掏出来 鱼肉就不要了啊 这是今天的主角 刚刚称了一下 这条30多斤接近40斤重了啊 如果没死掉可以卖上万块钱 今天的收获好几只缩子蟹 还有两个响螺 两个椰子螺 看一下螃蟹还是挺大的 这是缩子蟹 缩子蟹是母蟹啊 挺肥的 这个是响螺 这个响螺比较小 没有脚的 这个是纹螺 纹螺肉比较多 壳比较薄 响螺的价格就比较高啊 已经大概有300块钱左右 而且生长周期比较长 像这样一个大概要7年左右 这个就比较大了啊 这个大概长到这么大 要10年以上了 看一下 这个就超大 有个3斤左右了 也就是这一个就能值900块钱了 最后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这条大鸣鱼啊 这条野生的大鸣鱼 撑了一下30多斤 可惜臭掉了 要不然能卖上万块钱呢 但是这个鱼胶也是非常值钱的 鸣鱼关键 贵就贵在它这个野生的鱼胶 鱼胶也就是鱼镖 那个气光 是大补品啊 鱼臭掉了 但是那个鱼胶不会臭 现在把鱼摊开 把那个鱼胶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鱼胶也是非常的大 看一下 占了整个肚子的很大一部分啊 这么大的野生赤嘴米鱼是非常稀少的 而且这么大的鱼胶也是很少的 现在开始把这个鱼胶拿出来 看一下 等一下撑一下 看一下有多重 然后等一下那个鱼放纸过来 看他要不要收这个鱼胶 看一下他拿什么价钱收这个鱼胶 鱼胶是大补品 它的效果我就不说了 你们应该也知道 所以这个鱼胶就值很多钱了 我估计要一两千以上吧 要是鱼没臭掉就好了 现在把鱼胶上一些鱼油跟血丝给清理掉 然后等一下鱼放纸过来看他要不要收这个生的胶 如果不要我们就把它晒干 清洗一下 刚刚就有人表示要两千块钱买这个鱼胶了 但是暂时不卖啊 等一下鱼放纸过来看一下能卖多少钱再说啊 我也觉得不足这个价啊 因为野生的赤水鸿鱼这么大的鱼胶很少见的 赤水鸿鱼养殖的比较多 野生的是非常稀少的 特别是这么大的野生的赤水鸿鱼 这么大的鱼胶已经要一万块钱以上啊 养殖的就便宜非常多 对比一下这把刀 看一下这个鱼胶有多大 大家看一下 刚刚一放纸过来说不收这个鱼胶啊 但是刚刚也有人表示要两千块钱买这个鱼胶了 我觉得我们暂时不卖啊 两千块钱实在太少了 我们再等一阵子看一下有没有涨价再说 现在上了啊 上了一条那么大的赤水鸿鱼啊 可惜死掉了 肉也臭掉了 不过鱼胶仍然是有用的啊 也是非常值钱的 然后上了两个大响罗 也是挺值钱 这趟说话也是挺不错的啊 好了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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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